也许您不会相信 就在距离悉尼西BD 悉尼大桥和歌剧院 仅仅两公里的地方 竟有一片水井绝佳的土地 被闲置 甚至被荒废 这片区域的土地面积 有80公顷 环绕其中的是 94公顷之广的水域 新州城市规划局 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 将对这块区域 进行大刀阔斧的改变 他们将开放冰水的区域 并利用水上和路上的资源 开发新的地标性建筑 从而带来无限创新的可能 这个计划将不仅汇集本地居民 更能影响到整个悉尼区区 整个新州 乃至澳大利亚全国 三万年前 这里曾是古老的原住民族的家园 随着欧洲人在澳洲定居 这里逐渐发展出了重要的工业和海事功能 包括屠宰场 木材加工厂 游艇俱乐部 集装箱码头 骨仓 2013年 国际客运码头 也在怀特湾落成 并投入使用 在怀特湾的最内侧 是一座历史建筑 怀特湾发电站 这座发电站在1912到1917年 由新州铁路委员会建造 并为当时建设中的悉尼铁路系统 提供电能 1983年 这座发电厂正式退役 此后它便被废弃在重重铁门之后 无人能够进入 今天的政府重建计划 将给这座发电厂赋予新的生命 并将这座历史建筑向公众开放 也许它将被改造为学习中心 或者文化艺术中心 也可能是科技和工业产业园区 但无论是哪一种结果 它就将赋予新的活力 带来新的就业机会 当然 怀特湾不只有发电站 这里还是一个集装箱码头 而不远处的格里伯岛上的古仓 则见证了它作为干散货码头的兴衰 政府的整个重建计划的目的 就是要将这片封闭已久的区域 重新开放 并使公众因此尽可能多地受益 当然 建设高效便捷的交通体系 也是规划工作的重中之重 曾耗资巨大修建的维多利亚路 如今已拥堵不堪 今天的区域改造之后 将对维多利亚路况带来巨大改善 这片被废弃的铁路站空地 将可能被改造成一个海上游乐场 我们计划水路并进 将海湾和陆地的改造同时进行 另外 尽管世纪公园聪裕的绿地位于罗兹尔湾的南岸 但是与之相对的 却是海湾北岸杂乱的海港设施 其中包括一个超级游艇码头 和一个大型干散货储存码头 这些区域公众根本无法进入 还有悉尼渔市场 这座从规模上讲 世界第三大的渔市场 坐落于世界上最好的冰域海区 试想一下 如果我们让悉尼渔市场重新规划开发 公众可以从这里自由地前往海滨 这座上世纪60年代建成的市场 将会产生怎样的巨变 这里售卖的将不再是冷冬鱼 而是提供所有新香的农产品 关于这个区域的30年改造计划 我们预先定制了20条纲要 包括如何满足公众利益 并且便于公众参与 这些纲要将引领我们 改造计划的前期工作 但是这还不是全部 关于海湾管理区的改造计划 我们确信 这将是当今世界最雄心勃勃 和令人兴奋的城市改造计划之一 它的成功将取决于互信 友好与合作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